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张照片是1994年 我本科毕业设计的时候 跟齐先生第一次出差 是去陕西的西安 那是清明节的时候 公祭学员皇帝 本科毕业设计就是齐先生指导的 后来也是他的研究生 这是第一次跟老师出差的经历 所以说这次经历 深刻地影响了我以后的一种 智学的一种方式 到今天 我指导研究生还是正常 带着他们去出差 去参加一系列的活动 在东南的这13年 对我有非常深的影响 就是说智学 比如说东南的我们的校训叫止于智善 就做事一定要有一种完美主义的这种情节 另外一个就是看各位老师的智学的这种示范 包括对建筑学基本问题的关注 比如说齐老师让我去研究乡村 这是对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观察 就是刨根问底 那么这些就决定了后来的一种智学的道路 这个其实就是很简单 要顺其自然 你首先我是一个教师 其次我才是个建筑师 你作为一个有教学责任的一个老师 那么研究是占很大一块的 就是研究促动设计 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 你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说 我要尝试各种各样的建筑 我就只能以比如说文化建筑 作为一个依托 在这里面找到一些普遍的建筑学基本问题 那么维尔他做研究 所以是否某一个类型对我来说这并不重要 虽然我对这个网络不是很热衷 但是用了这个手机之后 我发现能够经常看到普通老百姓 对你建筑的一个反馈 他们怎么使用这些空间 他们在哪流影 然后你会知道他们喜欢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对建筑设计会有启发 但是我做设计来说 我又是一个功能至上主义者 他必须得好用 所以我不太认同那个网红建筑 我更认为你做得好 最终它成为网红了 那么这是一个现象 但是不能本着一种网红的目标 去做一个设计 这栋楼所在的就是100年前的 郭氏兄弟的叫永安战坊 依托工业遗产来建造一个世界技能博冠 这跟世界技能的主题含义是相契合的 这个玻璃后面是主展厅 因为这整个建筑是四层 一二三层是展览 四层是它基本上是技能的档案 会议 培训 这里面有报告厅 有这个阅览 有办公室都在这一层 为了把这个空间之间的 这个开放性要加强 所以我们就每一层打开了 一个错动的一个中庭 这打开错动中庭 有个特别好的有意思的事 就是这个柱子无量楼盖 完全按照过去一百年前最合理的受力逻辑来做的 最下面的柱子是最粗 越往上柱子越来收 这最顶层变成了这个井字梁了 这就是说保持它的历史风貌的一个整体性 原真性 另外一个可逆性 就新加的东西可识别可逆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南北都基本上维持它原有的立面 就是朝西边我们做了一个开放平台 每层这个平台跟里面的每一层的空间都是连通的 展览看完它外面都有一个休息空间 这屋面我们是认为是最好的一个城市公共空间 所以是做了一个类似于阶梯的小剧场 给举行一些公共活动 整个这个屋顶平台层刚好跟这个老建筑是脱开的 你完全能够识别出新老的关系 原来这边是一个90年代的一个楼梯间 把外墙拆掉之后用原来的这个柱子做了四层平台 它是一个立体的这样一个系统 本身是有一百年历史的老房子 这边又是以这个杨浦大条做背景 所以它是一种历史、场所、时间记忆的一种集结在这儿的 中国有一个问题 中国人多 就是博物馆往往会成为一个城市的重要的一个公共空间 所以这个博物馆就是有必要考虑 大量人流来的时候 它这种公共活动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国家的 比方说对美术馆这种建筑来说 它因为缺少这个馆藏 大量的它是一种画家定期在这儿办展览 办展览就要举行一个开幕式活动 所以这也需要这种大的集会空间 另外一个随着中国这越来越多的公共活动 在美术馆博物馆里发生 都对大空间提出了内在的要求 这几方面的原因决定了 我们在做这种公共建筑会考虑这种大空间的存在